下學期的課 然後呢 我就沒有準備那個 那個那個 跟解釋那個上課的這一種那些 一切的一遍 就是跟那個規矩都一樣齁 然後一樣是 兩次考試 好不好 然後考試的方式 所以其實就是按照我們上課的方式去準備 對 我們在 上學期呢 這個 課裡面呢 最後跟各位介紹的這個 L牌 介紹L牌 那 跟各位介紹L牌的一些特性 還有它的一些結構的部分齁 那我們要再細部的 用這個學期的一開始 跟各位介紹一下 跟各位介紹一下呢 這些特殊的這個畫質反應齁 它的反應呢 跟這個L牌很像 跟雙劍的這些反應非常像齁 只是呢 它的反應呢 會比這個雙劍反應呢 有一些不確定性 比如說我們在雙劍裡面去做的這些 還有雙劍反應 還有雙劍反應 做了這個 這個 這個 黑雷的這些反應裡面呢 都會再多一個雙劍出來 所以有可能會進行第二次的畫質反應 然後呢 這個三劍的這個分子呢 台三劍的這個分子呢 會有一些特性呢 跟我們所知過的 L牌是不一樣的 所以 我們會花這個大時間呢 跟各位介紹一下 L牌這個分子呢 它的特色齁 然後我們會 今天突然的題目的話 我會緊接著去上這個 這個 這個命名 Memation 就是所有的 有進化合物的命名 我講的是在大惡裡面 我們不教你雜環的 雜環的太不雜環 所以雜環的進去 你之後可以去修 換個技術的課 好 那我只教你這個 基本簡單的 有進化合物的 這個結構上面去命名它 那我會 呃 給你一個 大概 一個小時左右的課 教你從 L-can一直做 換成機的衍生 到有這個 Message 到有這個 就是RO的換成機 一直到有 L-dehyde Tone 一直到這個 A-mine 酸 以及酸的衍生 你該怎麼對一個 化合物的進去的命名 所以我們這學期之後的課 都不叫命名 因為 會一次幫你講完 那我再給你一件例子 告訴你說 你看到什麼樣的分子的時候 你該怎麼去把它出命名 還是一樣 考試的時候 不會考你 一個化合物理 像你寫它的化學名稱出來 不會太常用的 但是呢 一定會考你 給你一個化學的名稱 給你一個標準的I-U-B-C命名之後 請你劃出這個結構 再從這個結構去做後面的物理 會這樣子考你 還是一樣 只是結構上會稍微再更複雜一點 好 所以我們要開始來跟你介紹呢 這個L-can的幾個特性 我們在這個 上學期的最後一堂課呢 跟各位看過的這個L-can裡面呢 它的這個結構 它呢是由兩個炭之間所連結的三個間結 一個是sigma-fonding 兩個hi-fonding 兩個hi-fonding 對不對 那這個hi-fonding代表是有個不保護的間數 不保護間數的間能是低過一個保護間數 所以呢 不保護間數的反應性是特別強的 這是我們 上學期的最後一節的課 跟各位介紹過的雙劍的 最後的章節 雙劍的反應是一樣的 它形象一個什麼反應啊 形象一個說的VFD群 輕劍子性能下層反應 也就是說 它適合做什麼事情 把它給供給出來 卻達到一個缺劍子的中心 也就是達到一個疊手法 依陣的這個反應物上 然後把它接起來 然後呢 在一個雙劍的另外的碳上面 產生一個卡通片 它是一個冷定的決定定式 對不對 也決定出來 我的雙劍應該開在哪一邊 三劍也是一樣的特性喔 三劍也是一樣的特性喔 那我們講到三劍之後 右邊那個碳數少一個 對 少一個 好 好 那要跟誰去比較呢 我們要去跟 雙劍的分子 這個 這個 R部分它可能是青 可能是A9 以及跟誰去比較呢 OK 所以這個是Lcon 但是變化我會講的比較快 因為它跟你所學過的三劍 雙劍的反應幾乎是一樣的喔 反應機是幾乎都一樣的 我隨便你提起過幾個 但是不會每隔去連你碳 你如果忘記它的反應器 怎麼會去搬你的這個LB的鋼鐵 這三個不同的有性化合物呢 代表的分別是什麼意思呢 它呢 其中 重要關節所長的碳呢 它的混層是不一樣的 這個碳的混層是多少呢 是一個 sp的混層 這個碳的混層 這個混層是多少呢 它的混層的這個 carbitation是什麼 是說sp2 這個碳的混層是什麼 是sp3 當然這邊這個碳也是sp2sp3 它各自有各自不一樣的碳的混層和比例 代表什麼意思喔 代表是說呢 這個sp碳旁邊所帶有的這個氫 它受到這個碳的電子吸引力是不一樣的 以這個碳來講 這個碳是sp混層的 對不對 這一個表現是什麼 我這個碳中心點的 A混層的混層 它的s-correct的成分 s%是多少 是50% 對不對 因為這個s的p就是混層出來了 記得我們在這上流行的第一章 都教你mo 我們一個arbital 分子混層 我是不是告訴你sp怎麼來的 這個碳呢 它出了一個s 跟其他二分子的p去進行了mo 所以這個碳本身的混層是sp混層 對不對 好 它的s的分數 這個碳是s的分數 這個碳是s的分數多少 是33%左右 為什麼 因為e除以3嘛 所以才3%左右 你這個碳呢 這個s的分數多少 是25% 25% 為什麼 一個s的分數跟3b的分數 這個分數 那這個主能比例 差別代表什麼意思啊 s長的是一個球狀的 所以表示什麼 這個球狀代表的是 我的電子是其中在 球的中心點 p國1代表什麼其中在 亞靈形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我的電子是遠離我的中心點 是遠離我中心點 然後呢是把電子攻擊給其他人的 所以如果我的碳 是以sp2跟隔壁的氫抓 以及以碳 以sp2跟隔壁的氫抓 以sp3跟隔壁的氫抓 對氫來講 對這三個氫來講 哪一個人 跟碳所共用的電子 最遠離那個氫啊 當然是S成分率率高的那一個 對不對 因為這個S呢 這個成分率率高的這個氫 把電子拉得很靠近他 中心點去 所以這個氫的感覺怎麼樣 他跟碳所共享的這兩個電子 在遠離他 在遠離他 對不對 代表什麼意思啊 代表這個氫啊 移去的機率比較高 有需要能量是比較小的 反應到什麼地方來呢 他就反應到了 這個氫 這個氫 以及這個氫 他們的PKA是不一樣的 這個PKA是多少 大概在25左右 我為什麼沒辦法變一個準確的數值 這個R會影響到他 但是卻是25左右 這個碳的這個氫的PKA是多少啊 大概在44 那這一個sp3的氫呢 大概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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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告訴我們這個氫的PKA是多少啊 告訴我們說 你這一些不同的這個碳性化物質上面的這些氫 它面對到一個解或是一個多電子的 比如說rich species進來的時候 它的反應是不一樣 它的反應是不一樣 對它的反應是不一樣 也就是說 如果我想要去移除這個氫 我勢必要找一個什麼 比它PKA更大的這個分子進來 我才能移除這個氫 我們常用的氫有哪一些 你常用的氫有哪一些 你常用的氫有哪一些 我可以跟你講 兩個 在你上學習所學到的SN2 以及E2的反應裡面 你很常識到那個dx 或不是信息是dx 的鍵齁 是哪一個呢 是收間來殺散 或是收間來殺散 所以它是什麼 是ROH 它呢 如果呢 這個ROH呢 產生了它的共二解 變成RO2 這個時候它PKA是多少 HH的PKA 大概大概16到18 如果它是一個碗狀的 這個碗狀長驗的這個分子的時候 大概16到18 如果 我是一個三間的這個分子 這個三間的分子呢 它如果是具有莫端氫的 也就是說呢 它是這個氫被拔走的 這個時候 這個氫應該是多少 就在這裡 它是20 所以 你要拿一個 Akasa 這個叫Akasa 對不對 是上學習我們所學過的Akasa 你要拿Akasa去拔走這個氫 做得到嗎 做得到喔 為什麼 它所得到的這一個比它還不穩定 即使你抓了它 它馬上把它抓回來 酸鹼是平衡嘛 對不對 你要用這個帶負面的 去拔走這一個三線設備明星 讓它得到這一個產物 能不能做得到 很難 平衡在什麼地方 平衡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呢 你的反應式的左端跟右端 分別的基礎物是O部 殘物是C部 這個比它還不穩定 當然 它會馬上去拔 它抓到Akasa 所以它的PK 必須要搭助它 你才能夠去做它的行動去拔去 對不對 那有沒有分子 可以去拔到你的瘦三線的起碼 有 這個雙鏈叫另外一個分子 這個分子呢 是一個 這個 這個 我寫在什麼地方呢 寫在這裡 NH2- 這個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Ami AmiI 這有學過 我看過它 我們用過它 叫做NaNH2 叫做Sodium Ami Sodium Ami的PK多少 Sodium Ami GPA呢 大概在35 所以它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人選 如果我先把應物當中使用到 Sodium Ami 我遇到的一個 具有末端式三間的分子 這個35是大破 它到25的 這時候呢 它便當緊張去引走它的起碼 去引走它的起碼 欸 可是相對來講 如果你這邊 是一個SP2 LT的操縫 這個清 PK在44 這個35 是不足以去影響到你的SP2 所以我們在教你教到LT 雙劍分子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教過一個反應 是把你的雙劍旁邊的那個心的打走 對不對 我們教你什麼反應 教你是 讓雙劍裡面的這個電子 CC的這個開放點 打出來 我說這個清是可以引走的 沒有跟你講過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它PK非常大 PK非常大 A星如果你要引走它 那要拿什麼樣子來去引走它 想像起來可以用什麼解決 去引走它 把你的SP3的星給拔走 它是不是就更強了 問題是你要拿誰來去拔完那個彗星 所以呢 這個星的位置呢 是非常難去引出 那這個星能不能去引出 這個類型 是不是只要它在雙劍上 只要在SP3或SP3的星都不能夠引出 不是喔 如果這個都不能引出的話 那我們的E反應就不會發生了 對不對 你連續是不是在抓SP3的星 那為什麼會發生 因為當我引走這個星後 我會生成另外一個體驗的產業 而不是單純的把這個碳 這個負電給帶在碳上面 這個時候反應就會發生 所以要去看你的整個分子的條件 看你的分子的條件 單純的碗類 你的星非常難離走 單純的系列 這個系列也非常難離走 可是單純的缺類 是有機會用解進來引入 把你這個系列離走 讓它產生RCC-在這個地方 這是你在你的大學遊戲裡面 所學到的第一個 第一個 碳帶負電當Nutified C 碳帶負電當Nutified C 所以你學到這麼多 所以這會是變成你在整個星過程當中 這個星過程當中 你要建立一個新的CC件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反應事情 我們現在就是要告訴你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告訴過你了 這個L-Kine的分子 在整個有機結構當中 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什麼樣的重要性 它代表的是一個 直接接在碳上面的形式可移除的 可簡單利用這個減電來移除 但是你的工具並沒有很多 在你大學裡面所學到的 能夠移除它的呢 就適用首天也滿 這個世界也去移除它 好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從這個反應 它只能夠介紹起 所以你要有一個這個酸鹼的概念 你要有這個酸鹼的概念 如果你對我剛剛跟你講的 為什麼這個RO部沒辦法去移除三件 我這邊前面放這個鋼漢頭 我覺得要... 一半一半 有聽得懂 一半聽不懂 新鋼漢一半聽得懂 是真的聽得懂 我們在看你是為什麼 這個... 那可以移除 我們假設我們來看出一個反應式 這是你的意識物 我如果碰到了一個 阿卡骰 這個阿卡骰是什麼 它有可能是之前我們所常用到的 這個反應呢 我們希望它當減用 因為它帶負電嘛 我們希望它去抓什麼 抓那邊這個器 因為它是... 可以抓的器 好 假設它真的可以抓 你把它抓成... 這樣子 你看 看起來跟我們說 你對不對 就是它不穩定 我說它要輕 我會到它 結果呢 這個BK128 這個BK25 有什麼意思啊 它更不穩定喔 它更會被移除喔 所以呢 你會有什麼現象 你就會... 你看它動 你會這樣 幾乎是不動的 為什麼 我一旦這個心真的被它抓到了 抓完之後呢 得到了這個傷口 你馬上又抓回它的心 所以我到這邊了 酸鹼是平衡的 對不對 所以這是要看 你的face 你的共二檢 兩邊共二檢的強度 對不對 就要記得這件事情 你要拿來當減用 你一定要比你要被抓到這個心的BK 它才會做這件事情 它才會做這件事情 這樣 了解嗎 OK齁 好 那我們來看看齁 從這個地方 再往下看 有哪一些反應是可以用的 有哪一些反應是可以用的齁 要看的分子呢 你可以分兩種 這種叫做terminal acety 指的是什麼 這個是 這個acety指的是一個 terminal呢 指的是什麼 末端的 也就是說呢 它是接在一個結構的最後面 那一個三件 所以末端的代表一個spoc 這種呢 我們通常把它稱之為是一個internal al part 或是s0都可以 指的是什麼 我是在結構當中夾在裡面的三件 差別在哪裡 左邊這個是有一個sp的心 右邊這個則沒有c的心 它沒辦法去跟解發出那個反應 好 如果呢 我是從左邊這個terminal acety 開始看它 這個分子呢 我如果遇到的 我可以講的是第一個反應 我如果利用的呢 是一個na n2 收點美馬 我們剛才會是一個很強解 很強解的進來會做什麼事情啊 我會去拔了 這個呢 代錄鏈把心給引走 把心給引走 把心給引走 那你會得到是什麼 它這個代錄鏈旁邊會是什麼 n有證 對不對 它得到的錄鏈只有 sodium ion來去sever 固定它嘛 那你的n2你就去收到它的情 抓它 這個呢 我們都說sqlite id指的是一個負面的儀式 sqlite sqlite呢 sqlite呢 就是一個 什麼樣的特性 來 sqlite看到它 它是一個sqlite 代表它在化學的電子箱上來講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特性的東西 也終於 兩個可能的角色 上層級的精華 太多 是 鹼性很好 是一個 對不對 它可以當鹼用 另外一個呢 跟鹼永遠都伴隨發生 對 親核心 所以它會出現兩個特性 一個是當鹼用 一個是當鹼用 一個是當親核心機款使用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喔 它呢 會同時扮演的 Nuquibite Nbass的角色 扮演一個Nbass的角色 如果呢 它今天是要去扮演這個 Nuquibite的時候呢 取決於什麼啊 如果呢 它今天遇到的是一個 Aquamx 遇到一個Aquamx 我們開始來看這個結構 這邊是一個 Asticoline 然後呢 負電帶碳上面 它顯然是非常不穩定嘛 為什麼 負電帶碳上面不穩定 你可以從前面看 不管DK在那裡 DK在那裡 DK在那裡都會了解對不對 因為它很容易理解吧 碳 蛋 氧 帶負電 你可以判斷吧 誰帶著負電你電 電路度越高 帶著一個 所以歐負 偶爾只是弱的 對不對 然後呢 碳跟蛋 再去排序 蛋呢 的電路度越比碳高一點 蛋會稍微再穩定一點 碳是更不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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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這個 三線會比較穩定 我們剛才有講的嗎 因為它是X軸 X軸的軸位度上升的 對它有幫助這個負電圖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這個碳負電圖呢 顯然是一個很不穩定的 一定會比Aquamx的更不穩定 它是一個很好的NK 是一個很好的NK 所以你如果看到了 生成這個兒子之後 遇到了一個 A就有黑啦 或者是一個 A9代有NK的分子 這個時候 你要感激到什麼環境呢 你要感激到什麼分子呢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這一種 然後就是這樣 那這個我們呢 還是把寫成一個 卡件 這個SU狗馬 那請你告訴我 我的SU來 遇到了它 跟遇到了它 我分別應該要進行什麼反應 這個如果很判斷 那我們再把它變一下 那是它 所以你開始要判斷 回到上學期最後的夢魘 對不對 SN2、SN1、E1跟E2 這是一個好的逆繪法 它也是一個好的解 遇到的一個好的subtract 是一個primary的黑暗 它開口的是一個SN2的反應 直接做取代 對不對 所以呢你會得到什麼 你會得到 CH3、CH2 這個反應 最愛SN2嘛 如果呢 你碰到的是這一個 三級的 tribute of the hallmark 這時候你要得到什麼反應啊 這是一個三級的反應 三級碳中心呢 遇到的一個好的逆繪跟好的解 它在體負做什麼東西 酸鹼反應 酸鹼反應 對 那為什麼不手進繪反 因為它 力量很大 不容易進行一個循環反應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一個好逆繪反 那就要必須馬上進來 進行這個酸鹼的 以連繪的反應 所以要知道什麼反應呢 做一個 一路reaction 不要還給我囉 這個二代表什麼意思 雙分子反應 表示什麼 反應物當中的兩個分子 都關係到 你的反應的進展跟過程 什麼時候這種狀況 你的兩個分子 都很強勢地去參與反應的時候 也就是說你所使用的 肉體要很強 或者是你所使用的肉體要很強 或者是你所使用的肉體要很強 搭配你的SATCHER 搭配你的SATCHER 這時候可能是反應 如果你所使用的這個環境裡面呢 你的血也不強 或者是你的肉體要不強 這時候你的受脂 就要扮演著去決定你的反應的效率的 這個關鍵角色 它叫做SN1-E1 那SN1-E1跟SN1-E1差什麼地方 差在SN1-E1呢 會先讓你的力量度先離去 讓SATCHER先經過一個 碳氧離子的中間體之後 再進行下一步的消去或者是取代反應 不要換給我了 所以這是SN1-E1 以及SN2-E2之間的差別 跟你的分子參與得完 這個角色是有關係的 我如果走E2 你有沒有知道什麼場路 當然會從末端的三分 碳層面的氫 去拔走一個氫 然後呢 踢掉 募滿這個硬硬度之後 好 得到 對不對 然後加上什麼 加上你的氫 新來來的 從原來末端生存期中一個氫去抓過來的 做一個E2的反應 所以你現在看到囉 當你在使用碳氫化二的時候 你使用管跟吸的時候 基本上你所需要擔心是影調傷的 可是當你的結構當中出現了有三件 而且是具有Terminal的S0 你是說它具有SP的 輕的時候 你要特別小心 你所使用的條件當中 你不希望參與太詳略的緊在中間裡 有些時候呢 你甚至不希望你的反應中間裡 會出現一個太過穩定的 這個Bas或是Bas的中間裡 因為它有可能會讓三件參與反應 事實上三件的化學 所以在最近的這十年來 在整個化學跟生物的應用上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以往Alkine的反應 在化學裡面不是那麼的常被使用 原因很簡單 你要用它都必須要用到很強的鍵 所以不是那麼做管理 化學裡面是希望你用一個Mile的條件 用溫和的條件 趨速時間反應反應得更好 可是最近慢慢發現 這些末端的這個缺呢 帶有的氫呢 因為PK很小 它很適合去跟一些金屬進行交換 然後呢可以去進行後續的反應 譬如說它可以來個金屬給交換這個時候 可以讓這個C的末端的這個 這個SP的氫呢 這個氫呢 變成這樣就會來去做其他的 加分來源啊 取代反應啊 緩化反應等等 如果你對這個化學跟生物生物的 認識的話 有點興趣的話 你會聽過一個名詞叫CLIP-CANCHE CLIP 就是按介入的CLIP 那是大概這十年來最紅的一個化學反應 在生物的利用上 它拿來做各式各樣的生物分子 蛋白質DNA 所有想要都會有Nipid 然後Sugar 然後Virus Cell 去做各式各樣的修飾 原因為什麼 三件不存於體內 三件不存於體內 所以你讓三件去當成是 結合反應物的時候 你可以避免你生物體內 其他人可以把這個生物分子 去進行交換這個不反應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反應的結構 越來越重要 近年的越來越重要 好 這是一個這個SULIP 進行SNROOM SN跟D的反應 那 這樣子的SULIP 還可以做什麼其他的事情 它是一個很好的Nipid 它如果不是遇到的 像是AKA-Line 不是遇到的 這個不同殺雀的AULI 它還遇到什麼東西 它有可能扮演 其他Nipid的角色 去進行什麼動作 去進行兩個重要的反應 一個呢 是碰到了拳擊 我們這台的拳擊 寫成是一個乙拳 又或者是呢 它是碰到了另外一個重要的氧化化合物 同心 這是一個乙拳 不是一個乙拳 如果呢 你的分子呢 這個 你的特命套 A-Line 它遇到的收電A-Mine 產生了A-Line 它呢 進一步的在反應互相中呢 看到的 具有這樣子 卡布尼爾的結構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看 一個分子 如果它是具有卡布尼爾的結構 它會做什麼事 這個它能源幅度是2.0 能源幅度大概3.2 這邊呢 會出現一個共振式 什麼共振式 以前我們教你過的 SY的共振的formule 對不對 我們有SYD的formule SY的formule 這個東西能什麼 它有可能會做 這樣子的共振式 對不對 我們適合交過癮 我們上學期 1919以前 我們有曾經教過你 Lessence Theory 共振理論 在教授的課次流行專領的事情 剛我看到一個分子 我的結構當中呢 是具有可能 這個電子做分離的 電荷分離的 它就會出現 有可能的貢獻 我們可以告訴你 這是一個major的 Lessence 它可以 共振結構 這是一個minor的 比較少的 這一定是絕大部分的 那這個共振式有沒有出現 它會出現呢 它是合理的啊 只要我的原子不發生 位置上的轉換 只有電子發生位置轉換 只要是合理的 它會發生 只要是合理的 它會發生 對不對 什麼叫合理的 我在想可以代復 它是高電幅度的 我的碳能代正電 雖然不符合八因體 但是呢 它是我們所看過的 原子的bounding pattern裡面 唯一可以存在 不存在八因體 就是可以存在的一樣 一個是Volum 對不對 三組的元素 一個就是碳能引子 它可以以右側電子的方式隨便 當作是一個共振式使用 好 我有這樣子的共振式 我代表說 這一個分子 你可以分別出來 我們跟大家講過 共振式是分離不出來的 那分離不出來 你幫它幹嘛 它代表告訴你是 這個分子的電子傾向 這個分子裡面的電子傾向 告訴你什麼意義 告訴你說 我有一個分子結構裡面 有COD1 在這個地方看起來 整個分子是不帶任何電熱的 可是呢 你如果仔細考慮到 它的電子傾向之後 你就會知道 在這個結構當中呢 我的碳是傾向的傾向電熱 我的氧是傾向的傾向電熱 所以當我如果有一個 親和性的集團進來 電子 負有電子 負含電子的東西進來的時候 它會選擇性的去進攻 得碳的位置 不會選擇性進攻氧的位置 原因就是因為我有這個攻陣式的存在 再告訴你這件事情 你要再想清楚這件事情 你的分子是不帶電熱的 所以你光看這個分子結構本身 你看不出來它的電子的傾向性 可是因為它具有這樣子的攻陣式存在 所以我告訴你什麼事情 告訴你說 我的這個碳陽雙界裡面 有一個碳陽是傾向的一代陣電 我的兩次傾向一代附電 兩次傾向一代附電 這有沒有很奇怪 有奇怪 我請講共陣式的消耗和靈環的結構 這是一個酸基 我是跟你講過 這個酸基有一個共陣式 會出現這樣的共陣 這個共陣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告訴我們說 兩種可能同樣是存在 兩種可能同樣是存在 兩種兩種玩意中了不起 告訴你它的意義是什麼 這兩個共陣告訴你呢 這個分子帶電荷 帶電荷裡面呢 它的負電荷呢 會帶在兩端的兩上面 不會在彈上 這個碳呢 也不形象於代陣電 所以 如果一個Nin-Five進來 我看到一個分子結構當中 同時具有 一個單純的C-O-W-H 以及一個酸基 這個Nin-Five 鐵定打它 對吧 另外這個碳 不具有在正面的現象 所以共陣式用意 在告訴你什麼事情 有共陣式 共陣式最基本的定義告訴你 我如果有一個化學分子 這個化學分子 有兩種以上的電子結構 可以表達某種分子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稱之為 這個分子是具有共陣式的 對不對 這是我一開始告訴你的定義 所以 一個分子如果具有兩種以上的電子結構 代表告訴你什麼意思啊 我的共陣式代表的是 我的電子如何在這個分子裡面的 不同見解跑來跑去的過程 所以它總的告訴你的整體意義 告訴你的電子就是說 我這個分子當中 不同的原子 它是喜歡帶電味的 還是是不喜歡帶電味的 這個很重要喔 沒有關係到 你要怎麼去建立你的見解 還有哪個見解是會被破壞掉的 容易被破壞掉的 OK 所以這是一個共陣式告訴你的事情 這邊可以理解之後呢 我們就回過頭來看這個反應 如果我的SQ來到這裡 我遇到的一個TITO 就是一個TITO 這是一個TITO 這是一個TITO 同類跟全類 遇到它會做什麼事情啊 我的SQ帶你們 然後呢 負電呢會導致我的TITO 會導致我的TITO 會導致我的SQ 回到什麼 我得到它 然後呢 quench up 油水 反應結束完quench比較大之後 它就得到了 一個up hole的結構 一個up hole的結構 你就把一個圈類打開神之一把手 欸如果你手機這樣學過完 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反應喔 這在進階的遊戲這邊更多 為什麼 你創造了一個掌性中心 對不對 你創造一個掌性中心 這個碳呢 本來是接在一個sp2上 sp2是沒有掌性的嘛 sp2是平面的啊 所以 它可以這樣轉 它是沒有掌性的 它的面對面看起來一定是一樣 sp2有掌性的 可是呢 那我打開的時候 這邊從sp2變成sp3 這就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掌性和碳體質 問題外話不會幫你 然後呢 你知道要控制這個 它有兩種可能 對不對 它有可能打一個s r跟s 有多少會覺得這樣 就是掌性可以只在討論 某一些特殊節奏怎麼樣 你去把它打出 配角到r或配角到s 因為它關係到 化合物打出來不同的這個形象的 這個選擇性之痛呢 它的這個很多在藥物的話 是藥性手禮不一樣 所以會有很多特性的差別 那如果你看到的是一個Keytone 這個Keytone打過來之後呢 一樣是有來個這個物件 打過來 所以得到什麼 就得到 然後呢 經過了Keytone 有清或是有水就可以 有水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呢 讓它做Protonation 精子化的動作 結束 這個 它有更新的感情 這點不是啥 對不對 因為這個彈性界的人一樣的感情 所以這不是一個感情 就不能夠把這個防禦 你的地理化學看管 還是要正確 還是要正確 所以呢 你看喔 我如果呢 把它當成一個代付電容的東西之後呢 你遇到的一個 拳 跟遇到的一個銅 你把似乎是一個 Dieter-Sophar 你用去反出 你這時候反發生反應 就是你下面的 這兩個 重要的 這個我們稱之為 Cow-Nin-Hodation ACO-Dation 細細化的這個加成反應 很重要是去拿來自配做存類的 這個反應會關係到我們剛好 講完這邊之後下一張 Aquivore 我就給你們這個反應 OK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反應 好 這次再講 這個ACO來的這個部分 第二個 第二個類型呢 是做Dutch 會做Dutch 還原反應 還原反應 還原反應裡面呢 第一個 如果呢 你先使用的是Platin Platin Eco 利用清晰來做反應的時候 會得到什麼常務啊 會得到 當然這個如果是從這邊來的 這邊的機器 當然你怎麼知道 會全部都反應了沒有 這是一個反應的反應 氫化反應 氫化反應怎麼會發生的 我有一個金屬的塊材 我的氫氣呢 遇到了金屬之後呢 打斷了這個氫氫劍 對不對 接到金屬上面去 我的雙劍進來呢 還把你給你打斷了 接到金屬上面去 接下來呢 輕轉移到雙劍上 要輕轉移到其中一個碳上面去 這什麼另外一個 含氫化反應的過程 這是交互你的 那個上次不息的還原的過程 對不對 所以下喔 如果是三劍的 你遇到了標準的還原條件 利用金屬跟氫氣 會得到它 那你說不想讓它還原這麼徹底呢 你想要得到 這個呢 比如說如果你想要去得到 這個部分還原 還原一次的 或許這樣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很韌性對不對 就是想要就要 一定要去得到它還原 所以你花了很多時間喔 找到一個條件 我該怎麼樣讓我的還原條件 只會走兩步 為什麼只會走兩步 很簡單啊 我打開來第一次還原之後 第一次都一樣 我先得到雙劍 這個雙劍分子碰到了他 他還是喜歡跟他發生還原啊 所以又做第二次 那你要怎麼樣去阻止他第二次發生 就有一招 你必須要讓你的還原條件裡面的 四季弱化 你要弱化 你要換成四季弱化 你要換成四季弱化 所以這邊就會教你 一個重要的變形 還原的變形 用的是什麼呢 還是要Pradium 但是Pradium呢 必須要配合Berry-Sulfa 油三貝 的使用 然後呢 要放在Pinomi 加入Pinomi 這個粉紙 裡面呢 它大概要有氫氣 去做反應 去做反應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什麼事情啊 顯然是他去弱化了Pradium的反應國性 弱化Pradium的反應國性 這是什麼過程 是怎麼做的啊 他的四季呢 是像Pradium這個精子 是黏附在Berry-Sulfa 這個研究上面 黏附在上面 黏附在上面之後呢 這個Pradium Pradium造什麼樣子 Pradium結構是這樣 這個是Pradium的結構 對 然後這個Pradium呢 這個… 引加性來之後呢 這Pradium有帶氮 這個氮會跟Pradium 產生了 這個我們所謂的敖口 會接上去 這時候呢 會讓Pradium的反應性下降 會讓Pradium的反應性下降 所以呢 就削弱了什麼反應地 這樣子的發援力是足以他去發援掉第一個不保合界 但是第二個他就請不要作用了 這是第二代的喔 事實上Linder的第一代的發援式劑 不是這麼做的 Linder的第一代發援式劑是用這個 PTC2加Casin-Covnick加Led-Extec 是這樣子做的 就加Led-Extec出來 然後呢 這個會形成一個Predium 這樣子的錯誤 一樣是這個Predium在發援作用 Casin-Covnick會去削弱他的這個作用力 然後那種環境性是下降 那為什麼會有在感情這一個啊 這是現在通用的喔 又在賣 這個實驗室還會滿常用的 三件做成是雙件 是因為這個東西太堵 所以它不是那麼適合使用 但是用到這個牽連的東西都不是那麼好 適合使用它喔 所以這是原因為什麼它後來是改進成 線型的這個使用 上面那個不會考慮 但這個也不會考慮 這是線型在實驗它的實驗法 所以在第一件數量 我要做還原的時候 假設這是我的金屬 我的氫氣要接上來 我的雙鏡也接上來 這時候氫氣的氫氣 轉到你的這個雙鏡打開的線上面 完全方便對不對 如果這個時候呢 我在我的這個金屬 假設它是Predium Predium這個 Predium呢 在表面上如果有效果器把它佔去它的位置 讓你的中間不容易佔上去的位置 這時候呢 它就有機會去削弱它 跟你的雙鏡打開的表面 對不對 它怎麼去佔你的位置 它就是用 Predium 去黏附到你的表面上 想像起來怎麼想 SP SP度跟SP差在什麼地方 或是它第一個輕能力 第一個SP度 第三個那個鍵 鍵是比較遠的 第二個 SP的這個位置是直線的 是直線的 SP度是什麼 它一定是平面的 因為它是兩個裡面在調性 這個 VSV啊 對不對 它是兩個裡面在調性 所以這是一個平面的構築 它具有比較大的空間用 想像 這樣子想像就會容易去 這個想像說 它怎麼去做這個還原性的這個控制 這個是講到 Linder的第三個很重要的這個還原的條件 它呢 是利用 是用 收點 跟 ammonia 去進行 這個 三線的這個還原 進行三線的還原 如果呢 你現在所使用的是 一個 Terminal的 Ascanis Terminal的L-R 我遇到的這個收點跟 ammonia都會做什麼事情 你看看 納是金屬 納這個金屬棒是怎麼去做反應的 納金屬有活躍 你們都玩過啊 活動都玩過 納丟到水裡去 對不對 所以納本身的活性很高 它的活性高在什麼地方 它整個做什麼事 很好 全球電子 為什麼 丟電子會得到全滿的活力嗎 對不對 都全球電子 所以有收點在裡面做什麼事情 收點呢 就會進一步的丟出一顆電子 加上sodium ion 在這裡 這個電子進來之後呢 它會讓這一個 假設這顆三丟出來的電子 丟去哪裡 丟到其中的一個碳上面 不要說碳上面 一個電子都進來打在這裡 這顆是不是要跑掉 不跑掉 按著看我們就接有九顆電子 對啊 這件事情 按一下跑掉 跑掉完之後怎麼辦 電子戴在這邊 放在這裡 看清楚喔 我丟完這電子呢 如果打到這裡來 我要畫單箭頭才可以 打到這裡來之後 這個電子要怎麼跑掉 這什麼跑掉 OK 跑掉之後呢 附電在這裡 這個附電我去抓到什麼 抓了反應當中的ammonia 還在這裡 行程呢 行程呢 還在這裡 反應當中呢 又還有多的抽點 再丟一顆電子就好了 這時候呢 你不就 抓到他 這個時候呢 再去抓一個心 你就等到了打開來的雙線長路結果 抓到他 OK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還原的反應法這個過程 這個反應過程當中呢 他呢 會得到一個transform的一組 如果你學過了上學期的立體化學 就是一個trans 你怎麼知道得到trans 會不會得到six 我會 不要trans 為什麼得到trans 那如果打開它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是個 可理工 這兩個字可以互換 可是我們教過你喔 ペルフィン的取代裡面 你如果是雙取代的 是trans 大過gerino 大過six 對不對 所以要選擇一個穩定的結構 讓它自己先穩定的存在 要去接受第二顆變質感之後 抓到這種過程 這是我們利用收斂 來去進行 這個反應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結構 這是一個利用收斂跟它 收斂跟AMMONI去做這個反應 這反應很有趣喔 這個反應的發聲喔 這個反應的發聲喔 怎麼做的 它的實體裡面就只有收斂喔 就只有收斂 跟AMMONI AMMONI是氣體 那這反應怎麼做 一個是固體一個是氣體 這是化學就是化學的東西 怎麼會是一個固體的氣體 那怎麼辦 好 通常說這反應是這樣子 你要把這個鈴呢 這個削得薄薄的 要把它削得很薄 然後呢 這個我大學大到的時候 幾乎每一個禮拜都在削鈴 因為我們做反應都要做很強的強檢 要理事實是配一些這個強檢 削鈴怎麼做 鈴是鈴塊整塊對不對 那鈴都泡在油裡面 泡在那個那個 對對對 鈴是泡在裡面 那拿起來之後呢 你要先削一片大片的納下來 大概是塊狀 削一片大片的塊狀的納下來 納很軟 納很軟 所以用小刀切就可以了 把削一片下來 趁得重 確定了差不多重量之後 你要拿那個 像那個麵包棍這樣 開始把它擀得薄薄的 開始把它擀得薄薄的 擀得薄薄的 擀得薄薄之後呢 這樣子你要把它削得一片一片細細的 為什麼 增加它的反應更容易 所以你這樣真白的時候 反應就會稍微好 那很多同學會怎麼樣 很多我的同學會覺得這很麻煩 很麻煩為什麼做 他就開始不壓薄 他也不喜歡拔錢的稅 或是一大塊大塊的錢 想說反正也不會 就多緊一點吧 譬如說正常用個100毫克吧 100毫克 一克好再寫個三克 他反正表應器不夠 我們就用重量的補助他 用金錢來補助他 聽起來是合理 但是呢 你得到的這個後補會很嚴重 為什麼 你使用很大量的鈉 使用完之後 鈉是非常難處理的 使用很大量鈉完之後呢 因為裡面有去把它弄 把肥皂增加 所以呢 當我的鈉它發生反應之後 我的表面呢 消耗完了 裡面它消耗不了 所以呢 你會在反應結束完之後 留下很多未反應的鈉 只是包在裡面 當你在進行鈉的分角 萃及它的時候呢 非常容易發生了解 你們看過那個鈉如果是碰到水會 對不對 他如果鈉碰到了水沒有爐機 爐機就會哄你 就會整個 所以鈉的超過實際上是有 鈉的超過實際上是有 所以你要說鈉絕對不會是不能用的 那使用在化學時間是非常常用的 可是你一定要是 建立在你是正確的使用鈉的 這個超過實際之下 鈉的影響都會非常危險 加平鈉的影響 所以原則上 這個這些金屬在實驗之間 絕對要使用 絕對不會有一個實驗室 跟你講說鈉它會行比較最大 不可能 化學之間是要 這個危險有沒有要什麼超出的大力 所以 可惜我們大概有機會做鈉 這樣就像你們看看 但是呢 做鈉就是它的好處 它可以做很多很特殊的化學 包括像這樣的產品 包括像是一些很特殊的加成產品 它要像中出很重要的就是 好我們就現在才會回來 我們要開始 先來上個我們先講 我們剛剛講的三件 我們剛好講過 是用在很多生物的運用上 現在有很多三件的作用 我們會把 大概兩千年所有的那個 阿克里老師 它把那個三件的分子 就是人工的分子 讓這個細胞會 然後細胞就直接把這個三件的分子 直接轉移到細胞的分子 然後呢 你的化學合成的螢光分子 你就送進去 打到去 無論是用浸泡來打到火體去之後 它就會開始去找分子 找到那個分子 就是接二千年 然後就會亮起 然後就會幫助你去看到一些很重要的 擴穿英雄史標定 對對對 去標示一些專業戰牌子 這個才很有趣 所以這些化學的 其實基本上你的 我每次跟那個生酸性的同學講 然後大家都不太相信 其實我其實真的還蠻有用的 你剛剛把他當成功 真的 因為他真的蠻有用的 比如說化學的人 他會做很多的分子 像我比較常跟 如果是跟生物人 或是跟藥物方面會做 一定是我們是有設計的概念 不會合成出一些分子 這個分子呢 一定會去模仿生物分子 或者是去 我認為生物分子不足的地方 會去改進化 那這個分子就有機會 去取代生物分子 去取代的系統 然後可以去做一些改進 或是做一些 走向另外的不同的Casology 所以很好玩 所以有些英雄其實我覺得 在學的時候 其實我平行的時候 我覺得有機師士門 化學機士門出口最簡單 平行認證最簡單 那就是非常的strap for work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老祖宗就是年輕士 大家就是非常非常非常 慢慢上來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事實上你這個是 有機來講國際很重要 怎麼做或是你的電子反應 理論上的利潤也很清楚 然後也很簡單 有些生長黨的事情 是你真的要把他出去玩笑 所以一般有機來講 是很像 訓練技術部分很重要 你要怎麼擺一個 同樣的反應 不同的人做 那個結果可能是不一樣的 就是它是不是一個 Wheel Train的這種Chemesis 就是它是不是訓練得很完整 它能不能做出一個光布很乾淨 你做出一個purity的畫 這就是藝術 走的話也是藝術 分子的分子就變得很漂亮 然後你設計到後來 其實可是 下個機會給你們看 其實幾年前有幾個很有趣的老師 很有名的老師很有趣的 他趕快退休了 然後就去合成了一些 長得很好玩的分子 真的喔 他就做了很多三界 因為三界很英雄 他就做了一些分子 像人一樣 畫起來像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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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畫人好像在笑啊 手會開起來 那些分子真的都有喔 而且那些是發表得還不錯的 其他遊戲 有機會去其他 然後他就真的做出來 把人的手跟腳都做出來 還有一個頭在那裡 那個就是 單純就是 好玩 但是 事實上會用到的話 其實是 是 滿難的 就是他能夠出那麼好的控制 這也是一個 一個化學家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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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遊戲 他就證明給你看 他做得到 他做得到 這些事情 這很好 所以 可以做的事情 相對還是 還是很多的 然後我不曉得你們看過 我們以前早期 在做一些反應的時候 我們會看一些 呃 比如說是一個 細胞分裂的過程 然後我們 會去設計 跟藥物去畫 細胞分裂的過程 然後我們設計的過程當中 他去看到那個 他的 綁絕體啊 甚至的顏色 所以就看到 用一種 用影像的方式 看到他身心要拉不拉 要拉不拉的 真的喔 看到他用 就是要分裂 然後一邊去拉不去 分裂一邊去拉不去 最後就是因為 兩顆分不成 他開始分第三顆 真的喔 所以 畫學還是很多 蠻好的控制的地方 可以控制 所以畫學不是只有壞事而已 整個畫學只要會覺得 電話學還是有很多 可以去改進的地方 好 我們要繼續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 這個 ASU 他怎麼去做一個 這個反應 怎麼去做 SN 怎麼做E 怎麼做 ASU substitution 怎麼做ASU的position 然後怎麼做reduction 接下來呢 iPhone中的反應 在三線的時候 在雙線我們討論過這件事情 是 Arog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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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HX的反應 我們現在看在柄裡面去 如果你是一個 這個 你呢 碰到了 S2 老師 這次在S 就是3 3 A2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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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 O 你要做這一個 就是Hairoq Hairoq Hairoq呢 你說這是一個 Hairoq呢 當我利用一個 L Pai做Pairoq H的時候 在雙線裡面告訴你 他要做什麼動作 他要把雙線打開來 生成一個Pairoq 是三黃的 對不對 我的BR就另外一段打進來 所以SN2 做反向的東檔 如果你是在一個三界裡面做 你不控制他的當量 因為非常困難控制當量 所以你基本上就做成成像三 你做成像三 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控制喔 所以你基本上就把他做成 這個四個取代的 這個分子下去 你把他做成四個取代的這個分子 那你如果控制當量的不能做 可以啊 你可以用什麼反應啊 記得這是什麼嗎 我們就要過了 在雙線裡面 你如果要去做一個 Hairoq的黑藍 它的加成反應 HX的addition的時候 一般HXaddition的時候 你會遵守Magnetal flow 對不對 因為HX HX是一個帥 我的雙線可以打開來 產生一個碳鏘子 對不對 然後再去到你的地雅達威達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通常會遵守 馬可尼克夫法證 什麼叫馬可尼克夫法證 那我要換取你的回音 它是什麼 它就是呢 你加成上去的Hx 你的H是要加成在氫多的那個碳上面 為什麼 因為你氫是第一個被抓走的 我氫是被抓走之後呢 我會在另外一個碳上面產生鎮電 所以我一定要把鎮電放在一個輕少的碳上 為什麼 這樣才是多極速的碳 它就一定沒有碳分子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條件之下呢 我要怎麼說 所以這個enternodical 當時我告訴過你 你要做一個radical reaction 走到radical reaction 所以既然要走radical reaction 你要產生radical 你如果要用一個prosy 這叫prosy的分子齁 這叫prosy的分子 這個prosy的分子呢 它呢 有很多的驅動方式 無論是照光或是加熱 或者是什麼 你可以加radical reaction 比如說我們已經學過的AI 這是一個自由機的產生 這個當初產生電子的整個分子 先放這裡我去查看看 它呢 就會把自己斷成這樣子 ro radical 對不對 它會斷掉 想要ro radical ro radical呢 就會做什麼次啊 遇到了hbr之後 它呢 就會去搶人家的電子 搶人家的電子 搶誰啊 搶他 得到什麼呢 得到roh加上br radical 為什麼你要想 因為我們講過r 一個分子最喜歡什麼 都不在電客 對不對 而且大家都是屬於滿足的發音體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電子 它是一個radical radical 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的spaces 對不對 三種 我們講過三種很不穩定的中間體 或是反應物 中間體 哪三種啊 cetion anion radical 所以我看到radical的時候 就知道它反應性都很強 反應性都很強 好 我看到radical的時候 抓了hbr 為什麼說到br br比較大顆 你br帶一個在電子代表 是回到它原來的主態 七個電子 7a組的主態 所以呢 它現在是可以到b主態 所以它會抓得輕之後 把br的這個 這叫bobin atom 秀原子給放出來 這個時候呢 你的三件 看到了它 就去抓了 這邊我覺得不適合用這個 我們寫輕 好不好 我們寫輕 然後抓它抓得到什麼 你不要再一個 嗯 你不要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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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trans來講 它是要在下面 你不要它 然後呢 這邊下一個bobin atom 這邊下一個bobin atom 這時候呢 再去抓這個反應當中 這個HBR 然後呢就會完成 平油在雙線 頭不繼續往下反應下去 頭不繼續往下反應下去的過程 或者是呢你可以再加過量讓它繼續再做一次 讓它繼續再做一次 我們就加過量讓它繼續做一次啦 好 我們再來看 那這個過程當中呢 你所得到的產物呢 是得到什麼 得到N-Type-Mobile 跟我們在雙線影響也是一樣的 它會得到一個N-Type-Mobile 為什麼? 我的星加成在哪裡 星掃的那一邊 不是在星掃的那邊 跟我們講雙線影響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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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違反 這是反馬克力度法則 可是沒有違反 你的中間體育定性的判斷嘛 好 這我們之前講過 好 再次一步 如果我不是做一個 Helogination 而是我要去進行一個 Helogination Helogination 如果我要進行一個Helogination Helo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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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起植物呢 如果是那一個 如果是他 會先做一步 回到他 就是一個馬格尼克夫殘污 馬格尼克夫殘污 對不對 為什麼 你的三天要打開來抓心 抓心之後 我的陣地有可能是在委定的一段嗎 然後呢 我的陣地有可能是跟馬格尼克夫把車殘污 就是那邊喜歡他 裝備的時候有事情 然後呢 你如果再加多一個當量的AKM 這是一個當量的 這指的是Ukerry 再加另外一個當量的 這時候呢 他就會 做兩次的 他就去黑帶的地區 做兩次的 而且兩次都是必須要符合 這個馬格尼克夫殘污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Jerry No 來 出來 Jerry No 記得嗎 上面這一步 他做的是一個 馬格尼克夫殘污 講到這邊 你就開始要想啦 那除了利用這個HS 這樣子的酸酸金像做它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這個 這個HS的加成 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做它 或者是做一個H跟OH這個加成的這個反應 這是一個hydration 所以第五個我們就要告訴你 加這邊 hydration of L hydration我們在L的地方 消過兩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反應 還記得嗎 第一個叫做osimum curation 對不對 利用這個multi-S10 solium-bohydra 去進行的反應 第二個我們叫做hydro-bohydrate 叫同氫化反應 利用Bohydrate 以及這個hydrate S2O2 在顯像面之下就進行的 那這樣的反應條件在這個 單線裡面能夠做得到嗎 可以 是特別要改 第一個我們把稱之為 也是一個 Moculation Democulation Oxium curation Democulation Raction 然後 然後 很糟糕 你還看我 好 我們就來看 如果是這樣 這是一個生命的生命 我要總去做這個反應 我們就稍稍做一步 像說這個對hydration嗎 什麼叫hydration 我要把水給加成上去 我把水給加成上去 我們講過 你如果是利用孔去做它 你得到的是一個 遵守Moc-Nico-Bohydrate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的孔 會在雙線之間加一個孔橋 三環橋 接下來呢 三環橋當然可以是帶鎮墊的 所以呢 你會把你的鎮墊給擺水 會打在鎮墊武器的那個碳上 是取代性鎮墊的碳上 完成什麼的過程 那我們今天說的是三件 一樣是用孔 可是呢 這個孔用的是一個 油酸孔 油酸孔跟我們之前講過的孔 哪裡不一樣 油酸孔跟我們講過的孔 哪裡不一樣 我們以前說講的孔是什麼 是這個 Sodium ascate 這邊用的是 兩下 一樣是兩下的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改成是油酸孔的 這個孔類的孔子 在油酸孔之下去做它 所以呢 他一樣啊 遇到了 孔 然後呢 打開來 我要爬 這船在鎮墊 帶一個鎮墊 為什麼它沒有像 那個我們講的 會換成當商法 這邊是一個雙墊 它不容易把 這個雙墊 不能再走回來 所以要打開來 記得嗎 如果我們是 一般的Elkin的時候 我們這邊如果是 這個 遇到了 遇到這個 你會做什麼事啊 你會 開啟了 但這邊因為中間在這裡 它折不回來 為什麼 這邊這個T度 是一個120 它是往外去的啊 對不對 雖然沒辦法折成這一個 但是有影響到它後面的 這個反應 不影響 現在要做什麼事情呢 它呢 就要去 把一分子的水 這邊是油酸水的衣 馬上來 欸 在這裡 好 對 往外走 收石 開啟 去 開啟 中間 對 中間 OK嗎 OK 在鎮店 然後呢 啊 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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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O抓到它 你會得到喔 這個差不多 條件當中是具有酸的 對不對 因為它是有酸水溶液 所以我的雙鏡會再打開來一次 雙鏡會再打開來一次 然後呢 去產生下一個中間地 打開來一次 請問你 我要把氫站在這邊還是這邊 為什麼要加它左邊 為什麼要加它左邊 這是一個蔡董美景的Wessels室照射 上面是兩對衛神鍵的電子電 你是跟大家講過 這樣子的結構就是癢 有機會能夠貢獻是有電子過來 可以運輸這個碳生離子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功能器啊 可以得到 這樣子的功能器 這樣子的功能器 接下來呢 這一步呢 這一步呢 會是呢 這個拱離去 但是是把這個電子呢 推回來 去穩定住這個碳能力 回到死 他把他的拱都打回這個兩下拱離開 回到他之後呢 你會得到這個分子 這個分子我們白說就是一個ino 這是一個ino的分子 這個ino的分子呢 會出現一個平衡 一個剛才到 擱到 回到一個 白的実 這叫做Pito 可以可以切到一個重要的強力 重要的一個 一個 拱擬 這叫做Pito ino 我從來圓取 它跟共振非常容易搞亂 它跟我們講過的rescence 非常容易搞亂 當我這樣子話話說 你會一度會以為說這是一個共振式 這不是共振式 為什麼這個不是共振式 為什麼這不是共振式 這個是共振式 這不是共振式 共振式是一個單箭頭 單的一條線兩邊雙箭頭 這是一個平骨式 為什麼 在這個條線當中 這樣平衡過程當中 我隱含的是什麼 我一個氫從這裡跑到這裡 所以你看到什麼 我這個氫轉到的時候看上面來 它已經包含了一個原子的裝備 它不再是只有電子的裝備 它不再是只有電子的裝備 所以這個是一個平衡式 它是一個直直轉移的過程 直直轉移的過程 這個過程它是會自動發生的 ENO是穩定性是大部分的ENO的穩定性 原因是為什麼 這邊你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不然你到外面18、19剛才的時候 會怎麼保留掉 這邊它跟它相較在什麼地方 這邊是一個CO雙箭 然後是CC單箭CH單箭 這邊則不一樣 這邊是一個CC雙箭 我說它們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只看這個地方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一個CC雙箭 然後這是一個CO單箭 加上一個OH單箭 如果你計算它的bunding energy的時候 這個地方呢 大概事實上它有自己的CO雙箭 這邊大概是347的CO雙箭 當我得到這樣子的ENO之後 在絕大部分條件之下 無論是酸或者是血性條件之下 它就會自動發生是CO 會轉成是CO 這邊經過的就是一個CO雙箭 這邊我先跟你平一下 再進入它就回復之前可以聽一下 先跟你講一下 這一個CO雙箭的CO雙箭 這邊在之後的課程會用到 這邊在之後的課程會用到 所以你要先對它有認識 所以我們先針對這個CO雙箭 的反應和介紹 可以分兩種 一種叫做Acid Catalyze Hito Mino Variation 如果呢 你今天看到的一個分子是講這樣 我以後講到這邊的時候 就跟你講請你們去看這學習一開始 就要不然看這裡 如果你忘記的時候 尤其我們講到後面的優力很動力 會很常用到它 你看到這個分子就是一個ENO 這個ENO的分子呢 如果碰到了酸性的條件 碰到一個條件之後會做什麼事情啊 我的這個ENO的部分呢 是不是應該有可能會去做一個 輕的遇到酸嘛 那這反應遇到酸會做什麼事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我的OH被Potination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我的酸性會接出來 它被Potination之後會不會有再一個動作 不會啊 它底派中間在這部分影響過的 所以這種動作呢 它會直指化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輕 反正在這邊在這裡 反正在這邊在這裡 接下來呢 我們是不是講過 ORING 這個接在氧 這個原子接在一個 碰能力上面來講的話呢 它本身就是做一個Pi-domainting的角色 什麼叫Pi-domainting 它本身就是提供Pi的啊 它怎麼提供Pi 我把我的電子打過來這邊 給電子看 它本身就會得到 它相對應能夠真實 然後呢 然後呢 這電帶在這裡 對不對 這電帶在這裡 帶在這裡之後呢 反應當中的水 換點點個角色 拔得清 把這個電荷 歸給出鏡子怎麼樣 你就得到了 這個平衡表現 但是理論上呢 我都應該要畫 這個 我都應該要畫 一些平衡 因為呢 酸減一直都是平衡的 它在抓它的過程 回來的過程 它就可以抓了又回來又抓 這是酸條件之下 你怎麼樣把eno 轉變成是Ki-dom 轉成Ki-dom Ki-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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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Ki-dom 所以是一個eno到Ki-dom 那什麼叫eno enone 你可以把它叫做什麼 西純 很直白對不對 一個in 一個ol 所以就是什麼 雙腱帶有oh 它不是雙腱帶有oh 所以這是一個eno 這是一個eno OK 好 這個很重要 那如果是減輕條件是下的 怎麼做這件事情 所以酸減條件都會做 好 一樣的 如果是減輕條件在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的PS會進來 S進來抓輕 為什麼是要抓這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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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抓這個性 剛才剛講過 這個性點多在16到18 這個性試一試 再骰到抓那個軟的感覺 對不對 好 抓好它之後呢 電子板打回來 對 這邊卡 合套 複墊在這裡 然後這個複墊在這裡 然後這個複墊呢 它會做什麼動作呢 所以這個複墊好像就有複墊式 它如果沒有複墊式 這個有不容易做 很不容易喔 因為複墊有大家看 它不滿像是很多的地方 它不滿像是很多的地方 但是出現這樣更正式 出現這樣更正式 出現這樣更正式 這個更正式是會在教你 這個叫做 InnoBat 這個叫Inno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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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Bat跟Inno差在哪裡 它有AP AP不要忘了喔 AP特別是在複墊 對不對 我們已經講過嘛 卡巴斯克S叫酸 卡巴斯雷叫酸 COOBat 所以 會得到這個公正式 平衡之後 這個呢 如果再去抓了 殘境當中的水 它就會得到 一樣會得到PICO 所以這是簡性條件之下 什麼樣子把InnoBat做成是PICO 相對來講 酸性條件之下不容易進行 因為減輕才要考慮它的減輕過不過程 是做這個工作 所以一般三性的生命都做這個工作 不過PICO跟Inno 這樣子的平衡 是偶爾存在的 好 我們對POCURATION的這個反應 已經知道了之後呢 下一個重要的這個反應呢 就是 PICULATION 對不對 护 suiv衣 护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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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que 护吊 在л 裡面 按摩 护吊 在l Mc 裡面 如果你先是 你要做BORANCH你用什麼在這邊做它 第一 要用BORANTHF 第二 你要用BORANTHF BORANTHF 這是在雙劍裡面去做的 它是雙劍的條件成功 你用這三劍 但是得到什麼 全部板開來的 你做完之後再開第二次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 你要去做一個有效的控制要得到1 我們剛所看到的這個TITLE跟EMO的轉化 你要怎麼做它 你會呢 把它去更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BORANTHF 這個BORANTHFF 這個TITLE呢 其實是什麼 我們把它畫在旁邊 就是你的BORANTHFF 旁邊呢 是一個比較大的A級的金房 比較大的A級的金房 所以這TITLE是一個 它可以來做一些 粒體的控制 SID 所以直接把 一樣是要懸疑 一直把這些 好 它是一個 這個SED 這個ISOMED ISOAMIL ISOAMIL 好 所以如果是它 遇到的這個三劍 就會知道什麼事情 一樣 我的第一副是 我還會不要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就是 我們已經教過的 這個TITLE TITLE 基本的 最重要的 它有可能是這樣子接 有可能是反過來接近接在這邊 它要接在這個位置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你打開來都能分成正面 我們還叫你進了 是吧 所以你都經常都接得上去啊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虛洞因為什麼是這樣子 為什麼不是親一接上去 因為你的虛洞因實在是瞳 瞳是3A組 它有空軌幣 所以我的三劍的這個不把核劍術 打出來的原因是因為瞳的關係 是因為瞳的關係 所以打開來之後 是你的這個劍術已經要瞳上這台了 會經過出另外一個碳塞在這邊 這時候呢 這個正面的碳呢 才由BH線這個BH線段要大 輕微補過去 會得到它 然後呢 一樣 經過了這一步之後呢 再配合下面的這些氧化的條件喔 用Hydrin-Pasin 你是會先得到 嗯... 然後你接下來就是利用S2O2啊 N-AOH啊 你就得到... 這個產物 怎麼來的 別忘記了 你之後會先經過... 會先經過這個斷掉 碳這邊這邊 輕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呢 再... 先經把他打到這邊來 經過一個彎痛的迴律 剃掉他 然後就等到... 忘記了前面去看你的一台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樣子 機制是那麼一樣的 走到它之後呢 它的效果是什麼 它就會做一個... 做一個... Keto Inno的... Bas 條件之下的... 這就是Bas 為什麼? 我盤聽到說是酸解 是解 它就會做一個... Bas的... 這個... Keto Inno 這就是... Tochemarration 又要什麼呢? 等到... 這個產物 好 如果你今天所使用的是上面這一種 不是用這個很大的這個... 具有很8T的這個過程 你用我是簡單... 很小的這個VH 它用這個時候會再做一次 我的口袋架子也在上面帶一次 你就要做別的反應器 所以你用這個控制的話 你可以得到... 你要這個... Keto的最後的這個產物 Final的這個塊 OK 所以這是一個... 這個... 控制的過程 這是一個控制的過程 好 講完了它就Poration之後呢 最後... 最後... 最後一個反應 就剩下... Ostation Ostation reaction 兩化反應 這邊你一定要看得懂喔 因為你一定要看得懂喔 好 所以這個Tochemarration 你一定要知道 當我出現一個產物是eno 也就是說 我的雙劍上面帶有OH的時候 無論在酸或者是在劍 會通過這兩個反應機制 你最後結果都會得到Keto的產物 Keto的產物 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這邊畫面它是機制 但是它的重要是什麼 你的eno到Keto之間 你要知道它會傾向於得到Keto的產物 平等是在Keto這一邊 OK 好... 最後呢是一個氧化反應 是氧化反應 在氧化反應當中呢 跟雙劍也是一樣 它說多好 反應條件都很類似 然後可以跑步兩次 所以很好喔 它反應條件都很類似 如果是它 你呢 遇到了Kemobo 遇到Kemobo 它會怎麼去做反應 進行什麼動作 Kemobo做什麼事情 你會得到這個Permagnum 它是會把架成橋 然後呢 在大溝房能邊 或是在這個Permagnum 或是在這個Permagnum 加上Mobo H 所以 你放了它進來之後 它會進行的動作是 做兩次這樣子的動作 會得到一個Keto-R Keto-R次的這個產物 不要卡 接著呢 這個產物呢 會再做一個這個 得到金龜的中間體 事實上Kemobo的反應 看起來很久 它的機子從來沒有被 這個非常清楚的完全沒有解決 但是不是知道 會得到這些中間體之後呢 再做一次兩話 你會得到 穿機的機器 就有點像以前我學過的 如果是大波棒出現在這個環內的時候 是不是Kemobo濃的加熱之後 就打開來 那是Kemobo濃的 所以如果這個一張我是天意 R是R跟 R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這樣 這是其中一種 第二種 如果呢 你的三天呢 遇到了 臭氧 Otomolide 進行一個臭氧化的反應之後 然後它就要什麼? 它也一樣 會得到 切斷它 我們先把它切斷 然後得到你的酸基 機制 不這麼清楚 不過呢 也是相信 它會進過兩種很重要的 這個中間體 有可能是它 它又是 這個 酸肝的 雞翅都不會跑你 但是呢 你要知道 如果是攤劍 遇到了這兩個東西之後 它會得到 散度 都會影響 都會影響 在雙腱的時候 是不一樣的喔 在雙腱的時候 你如果使用的是Kemobo濃 解鮮腸菌之下加熱 你得到的是 雙酸腸的正面問題 可是呢 你如果雙腱一下 用的是臭氧 你會得到的是什麼? 停在LV它 或是在T-P 你不會把它 下一步氧化很酸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三面就是應該多了一個不飽和的 這個 最常會有一些 其他有這個負反應的發生 好 我們把L-Kine已經分享完了 就是L-Kine會參與的 所有的反應 基本上在你所應該知道的反應 我們剛剛有告訴過你 Keto 這個 給你補充一個 在Keto跟Eno的反應一起理念 告訴你 Keto跟Eno是 Keto跟Eno是 是 傾向於 但是呢 會有些在地外的條件 有些會是地外的這個可憐性 所以 這個 是 一些意外的類型 怎麼去做它 怎麼去思考它 其實你可能說話的定義是這個 這是一個P-N 這個Keto 你仔細看它呢 你會發現呢 它其實呢 具有一個 Keto的結果 所以理論上呢 這個 它的Keto產物應該是它的 理論上呢 應該要 是這樣子 無限告這樣子 就是到我邊講是對的 可是事實上是不對的 它呢 產物的都是在Eno 這個 本分上面 為什麼 因為呢 當我的雙件 存在於 我的本上面的時候呢 它會提供 偶外的貢證能 它會提供偶外的貢證能 你都畫過嗎 這個3C 你可以畫這樣 你可以畫另外一段 我畫另外一段 所以這個貢證能呢 已經大過了 這兩個結果是一些 黑譽的理論 所以 在Beto條件之前 它不會形象 變得到這個 它會形象變得到一個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喔 第二 如果你看一個分子 是這樣子 它也可以考量到 酸性或形象性之下呢 它有可能會得到另外一個 這個分子 它也是具有 Tipo 以及Eno條件的 所以 理論上呢 應該是要 它 大過 它 所以 理論上呢 我應該是要 這樣子 可是實際上呢 也不是 它也是 它 大過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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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給它的 額外的 理論 所以呢 它反而是 會 以這個方式為 Majer的 換成一個 Majer 這個反而 變成一個Majer 這是因為 產生分子的 情節 這是一個 所以神經病 神經病 OK 這是一個 所本人預判的出來吧 他們出來 讓我們來看 出來 意識到 像不一樣的 你 你 你這樣是兩個星在這裡 對不對 那什麼 你的電子轉移 你還半成一個 原子的轉移 所以這個星哪裡來的 就是來自其他的星 這就是來自其他的 這十一的分 他會選 然後怎麼會做這件事情 他怎麼解決 他怎麼解決 就剛剛 他原講的 酸性或血腥瘤 這個星 這個星 不見得是來自 原來的星 你預見這樣怎麼講 剛剛講過話 我必須要 跟你說 這個星不見得是來自原來的星 它有可能是反應用中 有三九八的 可能是反應用中有三九八的 可是它 overall整個來講 它就是發生在 這個星跟 這個星是有發生的 你看 一個星不見的 跑在那位置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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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是一個 額外的耐性方式 你會去 這個 反向的去逆過來 這個 Pito-Dino的這個平衡位置 很少數 就這樣的而已 就這樣的 在你會遇到的就是這樣 關於為什麼本環比較穩定 我們會知道15章 才會給你介紹 利用Pi-L-Mo 利用Pi-Zen這些 就是給你介紹 為什麼它的 這個 本環是穩定的 那本環的硬性 要怎麼預測 到最後會給你講 好 我們把 L-Kind也結束掉了 今天真的是 進度不錯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給你們 本來是用寫的 合學的寫實在太 訂給你們 我不知道夠不夠 你們先 這是一個 我要跟你 接下來跟你交的這個命名 它的一個錶 如果不夠就後面 稍微拆開大家 後面可能可以 我們是第50個 這應該是剛好我們選客的 接下來要做水的事情 是一些 關於命名上面的 一些灰水 你把前面這個抄完 然後抄完的同學呢 你可以 稍微先看一下 我給你的這張錶 你把前面這個抄完 你把前面這個抄完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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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 這邊要給你做一個 這個 我先幫你做一個 有積分尺的命名的介紹 我之前呢 都一直 我們有不斷的提過一些 命名的介紹 但是如果跟你講過說 我要給你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事情的介紹 今天應該講不完 但是呢 今天講的部分 那希望你們看一看 這邊這是一個表 這個表很重要 這個表呢 是在 關於我們在做命名的時候 它的這個排二題 也就是說 優先順序 什麼意思呢 我一個分子結構當中 有可能會遇到很多的不同的 分子這個 方向滾 關檔鏡 那我要在做命名的時候 我要從哪一端開始啊 欸我們不是知道我們這件事情嗎 我要做一個命名的時候 一個有機分子出來 我要在這個有機分子做命名 必須呢 要先幫他做主鍵的搜尋 我怎麼找主鍵 第二 主鍵找到之後 我怎麼幫他去做號碼的排序 對不對 所以 怎麼去決定主鍵 怎麼決定換我排序 就成為 我們要去命名的有機分子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有機分子呢 不會像都會在 我們載到有機 有學到要做的 常常都是一個婚人機而已 一般正常來講 一個比較 有看口的有機分子 起碼都有兩三個婚人機 是重要的 所以可能會含有三電 會含有酸 會含有泉 或者是會含有這個銅 跟這個 或者是A碼 那你要怎麼 要對這個分子做一個 正確有效的這個命名 就很重要了 就很重要了 比如說 為一個分子結構 裡面呢 有不同的觀人機 你用不同觀人機 算它的主結構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時候它是七個碳 有時候是八個碳 有時候是有個碳 看你的畫法不一樣 那我到底 我要怎麼決定說 我到底要選擇的主鍵是 以七個碳為主 八個碳為主 以你現在來講 你會跟我講說 當然九個碳為主 越長越好 可是說九個碳上面 是不含有你的主要觀人機的時候 你就不能這麼做命名了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上面呢 我上面有給你寫 這是一個Functional Gloss 對不對 這個Functional Gloss的意思是什麼呢 指的是你結構上面 可能會出現的觀人機 其中排帶最高的 也就是說最強勢的那一個 是Cabasica Acid 是Cabasica Acid 是Cabasica Acid 是縮酸 接下來呢 是Eastern 站在兩個中間呢 會夾著Asic and Hydrogen 可是因為酸跟酸肝 不同的一種子存在 所以酸肝排位也很高 如果你看到酸肝 酸肝要排的比較前面 好 先不管酸肝 我們先往下看 最高的是Cabasica Acid 後面是Eastern 再下來是Acid的Colorine 再下來是 有沒有沒拿到的 沒拿到的 就要等我下聲音給你 有沒有 有人沒拿到 所以應該都有嘛 大家都有啦 會是這個A嘛 接下來會是Nitride 會是Aldehyde Ketone Alcohol Cyan 一直到Almine這邊呢 屬於Group A 也就是它是屬於領先組 這些是重要的觀念機 是會影響化合物的 化學特性的觀念機 再講一次喔 它們的存在 代表的是這個化合物 會以它們的特性來 去展現它的所有的 化學特性來 所以當你的Alcan Alcan 碰到它的時候 都會輸它 為什麼 當我放了酸劑之後 它就出現酸劑的特性 當我放上一個 Acid的Colorine之後 它就出現Acid的Colorine的特性 這個是IoP 是關於說明明的規則 你要按照它的規則去排序喔 好 往右邊看呢 這是 第一個是 這沒問題 接下來呢 是叫這個 它的prefit 只是什麼意思啊 當我這個觀念機 遇到了一個 比它還要強的觀念機 這時候呢 我就要退去第二 我都能當主鍊 這時候呢 它就變縮寫 就像以前我們講的 你如果是Accent 或你如果是一個Butane 當主結構你叫Butane 如果你的Butane 變成一個觀念機的時候 你叫Beauty了 對不對 Messane當主結構叫Messane Messane當觀念機叫Messio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邊你的酸基 會變成觀念機 它叫Cabasic 你說我剩性最高的 怎麼可能去當 怎麼可能還輸了 一個結構上出現三個酸 就有兩個要輸了 這個很常見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它不是主結構裡面 最重要的觀念機的時候 它就是變成附屬的 這個時候 它就被稱為是一個Cabasic 後面那個呢 則是它的 以它為主結構去命名的時候 它就叫做Cabasic S 或者是OicS 什麼叫OicS 比如說 我是一個四個碗的 通常我們叫Butane Butane 如果在末端 放上了一個酸 放上了一個酸 它本來是單純的 丁碗的 它變成是丁酸 這時候怎麼辦 我就把 後面的硬壓料 變成是Oic OicS 加Az UtopicS 這是它的意思 所以 後面這個Suppet 這個是什麼 我就放在字尾的時候 放在字尾的時候 所以放在字尾的時候 所以放在字尾的時候 意思是以主結構 主要貢獻值去算它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Suppet 往下看就看到呢 East 你又可以把它叫做是一個Oiccolonial 然後就是Suppet 就叫Oat Oat Oat你不是意思學到 這個 你會選過 Azion Acet 你總有選過素酸嗎 素酸嗎 Sodium Acet Sodium Acet Sodium Acet Hofu 跟子類是一樣的 都是把你的那個Azion的部分去掉 來成是Ade 那就是一個它的字尾 Oat就會變成它的字尾 下面呢 就是你所看到的這些不同的這個結構 希望你在下次三個之前把它先看一看 像AoD還跟Tone呢 它是這個放在聚首的時候呢 除了是這個單獨一個CO雙線這樣子 我們叫Homul之外 其他的我們把它稱之為是Oso Oso 然後它有字尾 所以這些分子呢 會影響到你後面的這個命名 你先可以把這個這個字尾跟字尾看一看 我先給你兩個很簡單的例子 然後呢 你們去想想看 它該怎麼決定呢 應該是不會寫對才對 應該是不會寫對才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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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事情放進去 叫什麼命名? 通知出現的P號不要出來的P號C號S 這什麼存在? 很常存在喔 這樣怎麼存在 你要怎麼不要做命名? 所以 下個禮拜來我就開始跟你介紹 這幾個你要先認識 你才有辦法去寫 就是你要看到漢橋寫得出來 你要當巨手當巨尾 好我們簡單簡單去講好了 簡單去講它 我這三個磁帶機放在一起看它的時候 你可以很想你的發念什麼事情 這個酸 強度一定是很強的 對不對?牌壓力很高 遇到P號 那如果輸過酸 那本來叫KIDO的人 不要改名叫什麼 要叫OSO 不要握手 為什麼我發現一句 當然是蜂蜜 你要補去比較鹹蜂蜜 所以這些KIDO有不同的寫法 各式各樣不同的寫法 先一起看看 下禮拜 這個回來之後呢 我們先跟你交完全部了之後 他練了個三題 我再跟後面你其他的練習 去試試看 今天實驗課沒有 我們就放到這邊 對今天實驗課沒有 我知道了 好